好 我們親愛的上人 金色師父 各位新山地區還有各地來的菩薩 還有在樓上或者是別的空間培訓菩薩 或者是在空中相會的菩薩 大家中午好 好 有時候我都忘了自己在哪裡 昨天晚上是住在槟城 二哥很好心就安排了一個很舒適的 新蓋的一個旅社 我早上起來的時候 因為昨天大概一點多才睡覺 四點就會起床 因為在金色柱大概就三點四十五分 五十分就敲板了 差不多四點還不到我就起來了 那起來呢 我在金色是往左邊下床的 所以我也是往左邊下床 欸 好像碰到牆壁了 有時候人到底在哪裡啊 都不曉得 忘記了 不過這也是福報 當你不知道 這個忙到說不知道身在何處的時候 那幾乎有點忘我了 忘我好不好呢 其實也是不錯 那個時候就覺得很分秒不空過 那麼今天早上到了機場 二哥還在一直跟我談 這個組織架構啊 將來要怎麼管理啊 那我就跟他說 美國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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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ation Army 救世軍 因為他是基督教 跟慈善 那我們是佛教跟慈善 我覺得我們可以跟他們學習 一百五十多年了喔 人家的成功我們就要學習 所以我今天來到新山 忽然他們告訴我說十一年沒有來 實在有點對你們不起啦 這不是我不願意來 而是想來來不了 因為呢 就像台灣喔 某一個比較偏弱的聯絡處 你怎麼要去 上次都說不必啦 你到哪個地方去 我說別讓去 他又不讓我去 第五次還不讓我去 我都覺得奇怪啊 上人 為什麼每次要到那個地方 你都不讓我去呢 上人啊 後來就講真實語了 啊我就不好啊 你怎麼不好 聽懂嗎 欸 你們福建話聽得懂嗎 就是上人說 我就沒有辦法了 你有辦法嗎 所以 這個就表示啊 有的時候上人的法 在那個地方啊 不起作用 為什麼不起作用 倒不是他們不恭敬上人 而是上人在大家都很乖 那上人那個身體喔 離開了 法也跟著他走啊 所以今天早上 為什麼我要 讓大家很簡單的 不過很抱歉 上人你的椅子好像小了一點 因為臨時找的 我找遍了整個新昌進士堂 找不到一個比較莊嚴的 不過上人不會介意啦 反正法座就是空嘛 諸法空為座 對不對 你們現在穿的衣服叫什麼衣服啊 柔和忍辱 記住喔 要柔和 然後要忍辱 什麼叫忍辱啊 忍辱是不是 我膽小 我躲在旁邊 人家怎麼罵 人家怎麼 不是 忍辱是 我們 有法在裡面 對於眾生 我們安忍一切 所以這個叫生忍 因為生活上面 本來就要很多忍 你才能夠過得清安 各位 蘇波世界 是不是叫堪忍 蘇波是印度化 蘇波世界就是堪忍的世界 你一定要忍耐 才能夠活得比較自在一點 那既然是堪忍 所以我們每天就要練習 我們生活上面很多要忍耐 譬如說你嫁師兄了 那你要忍耐這個師兄 有時候是脾氣不好 無厘頭 常常亂說話 或者不合理的要求 這叫生忍 那師兄也一樣 你有時候要忍耐你的兒子 對你不孝順 或者亂花錢 那不然誰叫你要生他呢 誰叫你要嫁他呢 那誰叫我們來這個世上呢 你們今天來到我們新山禁食堂 是不是大家自願來的 那來到這個世上 是不是自願來的 我不知道啊 來到世上就不一定 但是既然是以人來 那還算不錯 六道裡面的人道 應該算是還不錯的 因為還有惡道對不對 惡道以上還有哪三道啊 你記得吧 人天還有一個呢 修羅道 修羅道是有福而無德 所以修羅是在五道裡面通通有 惡鬼也有修羅 天也有修羅 人更有很多修羅 一天到晚發脾氣 一天到晚跟人家鬥的 慈禁裡面也有 動不動就發脾氣 動不動就跟人家爭 這個就是人道阿修羅 所以 不過既然我們在人 那還算不錯了 比三惡道好很多了 那你要到出生惡鬼 那就麻煩了 不過今天有沒有你看不見的在這裡 文法 你覺得有沒有 人非人等 有沒有每次我們看經商位 你們是人還有非人 所以你的旁邊就是非人啊 你不要打瞌睡喔 不要打瞌睡 你打瞌睡你一糊塗 他就進去你的身子裡面 呵呵呵呵呵呵呵 所以等一下我眼睛現在很好啊 為什麼 我幾年前有白內障 那我到台北慈禧醫院 徐主任啊 他功夫很棒 聽說是台灣數一數二的 我說徐主任 我這個白內障 兩隻眼睛都要開刀了 因為常年正在太陽照射 或者年紀也大了 那我今年 明年就七十歲了 嗚嗚 看不出來 自己要鼓勵一下 那我說 以前中國的六十歲叫花甲老翁 你知道吧 花甲老翁什麼意思 過六十啊 以前六十甲子 為什麼叫六十你知道吧 天干地支 甲乙秉帝勿及根性任窺 還有 子醜也淼成十五位生又蓄害 這一輪就是六十年 一輪 比如說 這個子 甲子年你們知道吧 甲乙的甲 子醜的子 甲子 一甲子就是六十年 一輪就是六十年 所以活到六十已經不錯了 現在沒什麼了不起了 現在是人到七十啊 才開始 前去年少後去老 中間十日已不多啊 還有一半睡掉了 所以啊 這個有時候人啊 前面少不更事 或者是青年的時候好鬥 好爭 那麼到後面老了以後 譬如說以前六十歲就老者了 不能動了 中間只剩下差不多二十年 那你又睡覺睡了十年 你想想看哦 一天睡八個小時對不對 所以人生最精華讓你能夠付諸的 你算一算哦 只有十年 只有十年 那十年是多少日子啊 三千六百五十個日子 今天這一天啊 就佔掉三千六百五十分之一 但是今天非常重要 因為今天你們是來會法 我們今天不是來玩的 我們今天是一個法會 以法相會 那我是成上人之命 將上人之法 帶到馬來西亞新山 所以我希望在兩個鐘頭以內 我跟各位加油打氣 把你們的這個實際的鬥氣啊 打足一點 本來是有的人已經沒力了 想退了 或者想跳船了 跳雞了 所以很高興啊 馬六甲的羅師姐也來了 那她將來有很重要的任務 所以今天呢 先來這邊呢 此場相吸 吸完以後 明天再到雪隆再吸一次 那我是很有福報啊 二十七年前 我這個大哥啊 四月一號八九年出病 往生了 那五十幾歲就往生 那我很心痛啦 那大家可能知道我的故事 我這個稍微試掉一下 第一次跟我見面的舉手 第一次 哎唷 我不少耶 那表示很高興 因為有一次啊 我在那個水師的時候 到了三重稻場 那三重稻場的時候 我就跟上輪坐同一桌啊 吃完了旁邊的貴賓啊 那師姐啊 平常她就會趕快上水果 對不對 都沒有人動啊 都沒有人上水果 我就自己跑去拿水果 這個 當然這也沒什麼 旁邊我們那個阿兒師姐啊 就說 師姐你趕快過來啊 那我已經在那個了 那個旁邊有一個三重的師姐 就說 不必啦 有一個師兄已經在拿水果了 可見他不認識我 對不對 我就很高興你知道嗎 那我就衝到廚房裡面去 我說 剛剛那個不認識我的師姐是誰啊 他說是誰啊 大家好可怕喔 他就問是誰 沒有人要承認耶 我其實是要去感恩他的啦 後來我說 我是要來感恩 因為呢 這個 很久以來啊 我都一直想傳承傳承 那傳承的時候 一定是有新的面孔出現嘛 那以前培訓啊 資深的 那當然跟我結緣二十多年了 應該認識了 那一定有的不認識的 居然找到那個阿輝啊 不認識我 後來說阿輝啊 後來找到那個阿輝啊師姐啊 他說 師姐師兄我才一萬多號 我怎麼可能不認識你呢 所以啊 後來就傳傳傳傳傳 好像上人就聽到了 公開那天在三重下午開示的時候 聽說啊 師姐說有人不認識他啊 他心裡不舒服 那還好下面的上人不是啊 他是要感恩啊 哦感恩喔 那十幾年前他一定不高興 哦 反正呢 上人意思就是說 有人不認識你啊 你一定會不開心 其實我是很開心 因為有新人出來 所以剛剛啊 大概二十幾個人不認識我 我很開心 不然的話都是老面孔 那表示你們沒有進步啊 是不是 所以還不錯啦 二十幾位 那上面一百多位聽說培訓啊 我想大概都不認識了 哦 所以不錯哦 我們啊 帶有新人出 這才對 我們每個人家裡面啊 都一定要為祖宗啊 生個孩子 對不對 以前更是迷信啊 或者是封建思想 說不孝友善 無厚為大 那這個山是哪山你知道嗎 有很多人就只知道這句話 不知道這句話哪裡出來的 這是孟子啊 李冷篇 就是說 我們做人家的孩子啊 不孝的話 第一 不奉養父母 第二 父母行不義之事啊 你沒有去阻止 第三 無厚 無厚就是沒有後代 但是這是過去的封建思想哦 我學佛以後我才覺得說 偉大的人啊 都沒有後代 你看釋迦牟尼佛沒有後代 不是有羅活羅嗎 羅活羅就被他度出家了 就斷了 那你說 人家以前說 你沒有後代是一定造很多的惡業 所以人家沒有後代 對不對 以前不是罵人家嗎 斷子絕孫 那釋迦牟尼佛就 沒有斷子是絕孫哦 你可以這樣講嗎 那上人也沒有後代 但是上人有哪個後代啊 誰啊 敬詩 子 敬詩 子 不是嗎 有個子在嗎 你們不是 我們不是都是上人的孩子嗎 但是是弟子 對了 所以 為什麼偉大的人 他沒有後代 你現在去想一想 你想一想 我昨天在槟城也是啊 你們要老實哦 誠正信使 我也一樣哦 有結婚的請舉手 哦 你不要騙我哦 有生孩子的舉手 有生孫子的舉手 孫子的孫子 比較少一點 我也有 我現在三個 剛剛第一次舉手的 我們慈濟不是有十戒嗎 第七戒是什麼 每天念都忘記了 當然我一問你們 嚇到了 是是是 第七戒是什麼 不賭博 不投機取巧 對不對 剛剛第一次舉手 就犯第七戒 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賭博是犯戒呢 你們結婚是不是最大的賭博啊 你怎麼知道你娶得對 嫁得對啊 你說對不對 是哦 那第二次舉手的是 繼續賭博 你怎麼知道你生的孩子是來討債的還是報恩啊 有孫子的是 永遠賭博 賭到你死為止 所以我三個都有 當然這是開玩笑的 那為什麼叫賭呢 不知道結果就是賭 結婚也是賭 其實人生大部分都是賭 譬如說我以前做生意 我怎麼知道我做的生意會賺錢 我這個投資不賠錢 是不是都是賭啊 講直接一點就是賭 但是我們到慈激裡面來 就不是賭 你假如用上任的法 那絕對贏